在金門是一個非常有溫暖 然後非常有凝聚力的地方 覺得我在這個小島上有一個家 我隨時我想來的時候 我都可以回來 像回家一樣 那我們在設計上 其實小島商號的logo上 我們放了小金門與大金門的地圖在裡面 我覺得這兩個是不能被切割開來的 其實在金門不外乎在做 你或在做生意的就是你 這個是金門最強的一個特色 那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在西班牙或是意大利 他們很多咖啡廳 就是有一種很鼓勵的氛圍 那我們就想把這個氛圍帶來金門的 用完全新的一套金門風 然後把它扯進去 讓客人來到金門會有一種 敬照切育 會有一種比較溫馨一點 就是想要盡量保留以前的鴛鴦 因為這些價值以前都是這種價值 然後這種顏色 然後我們就去找一樣顏色重新粉刷一次 然後做出原本以前的價值 可是以前價值是很平行很規矩的 我們就故意做得有點高度這樣 就是稍微有點變化 可是又保留以前的樣子這樣 很多人喜歡的是貢糖餅 因為貢糖是金門的特色 然後我們上面會再加我們自己冰的配料 然後就變得蠻特別 因為我們貢糖會故意調鹹的 就會吃起來鹹鹹鹹鹹這樣 所以說西餐並不是說只有西餐的基本備料那些東西 才能來做出西餐 那希望可以結合一些東方的食材 來做出西餐的產品 就是用當地的食材 然後去呈現西餐的料理手法 基本上是叫粥米 它已經糜爛了米叫粥米 然後再搭配肉類下去煮的 我們堅持他們傳承下來的那個做法還有工法 我們的方式會比較像朋友的方式在服務客人 不像一般的餐廳有距離一樣 若我们跟人在相处上面会有温度 觉得餐厅应该要有给客人一个温暖的感觉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间小店里面 我们放的不只有咖啡 还有霸海所谓的音乐然后文创 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客人走进来以后 有一种待在家里的感觉 也会让他们就是可能去外地念书 可是他在外地会想念这边的早餐念 那我们很常遇到客人来这边打卡 然后选了他自己喜欢的明信片以后 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过后 我们会收到同一张明信片 他又寄回到店里 然后当然他们对面都会写一些比较 其实让我们觉得蛮感动的文字 会让他觉得我在这个小岛上有一个家 我随时我想来的时候我都可以回来 像回家一样 请在这边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